为了持续经济电力技能 台电在高雄训练中心举办第52届技能竞赛 今年共有来自全国74个单位上千名同人参赛 竞赛项目包括配电、输电等30个项目 其中最吸睛的目非是跟上蜘蛛人 要考验如何迅速排除事故,减少停电时间 另外也有不少女性同人加入竞赛的行列 对你一块来看看 台电举办技能竞赛最精彩刺激的 莫过于配电事故强修的竞赛项目 参赛者必须爬上8公尺高的电线杆 进行融丝链的开关更换 万路支柱人般爬上爬下令人捏爬冷汗 竞赛场地里还有这位刚满23岁来自花莲的吴怡心 她是今年竞赛中最年轻的女性选手 为了参加配电地下电缆项目 除了平时利用时间练习外 还多次上得奖选手请教 希望技术能力情乐意 去年我参加技能竞赛 那就是觉得说还需要就是磨练自己的实力 那这次参加就是为了就是 就是比上次参加还要更好 学习到蛮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细微的那种小技巧 就是要去注意 平常就是可能第一次练的时候 就是不太会去注意 可是在训练过程中会有一些长辈 或者是历年就是有参加过的 就是学长会去帮我们指导这样 台电表示为了鼓励同人提升专业技能 冰国58年开始举办竞赛 接着今年已经举办52届 今年共有上千名选手参加 竞争相当激烈 这种电的技术我们都不需要好好地掌握精进 再加上这几年我们面临了大量的人力的退休潮 所以人力的补充我们当然是刻不容缓 但是技术经验的传承也不容中断 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技能竞赛的场合 让我们各种的配电输电发电的技术 能够经由竞赛评比跟切磋 让我们的技术能够更上一层楼 来保持国内的稳定供电 台电表示这场竞赛中 有不少即将退休的同员加入 希望借由这场比赛资深员工 可以将多年累积的技术 提供给新晋同员学习 让台电员的宝贵经验 可以继续向下传承 记者高雄组合报导